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東東高商籃球隊選手 高三有五人 高二有八人 高一有九人 金教練要從每個年級中各挑一人 主隊參加鬥牛比賽 則共有幾種方法 我們解這個題目 我們看一下 教練要從每個年級各挑一人 所以高三的部分要挑一人 高二要挑一人 高一也要挑一人 所以要從五人選一個 八人選一個 九人選一個 所以有三個 三個階段個別去選完之後 再把它組起來 那這個就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有階段性的 所以這種狀況我們會利用懲罰原理 因為每一個階段都有相關 那第一個 高三 五人要選一人 所以有 五種 選法 高二有八人要選一人 所以他有八種選法 高一有九人要選一人 所以他有九種選法 所以五乘以八乘以九 一共是三百六十種 所以這一題呢 用懲罰原理可以算出來 它一共有三百六十種 那這樣這一題就解出來了 這次 九十四十分 那一共有三十分 你得到一共有四十分